頭過一個星期 我又上班 那幾天我是非常緊張 打開攝影機發現 工人在虐待自己的兒子 我整個腦部都是這些畫面 我很害怕 那天我就跟姐姐說 這是我們家的Wi-Fi密碼 她的樣子好像雙眼發光 就問我 你真的會讓我用嗎 我說會 不過…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 沙ロミー 這段影片想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樣 請了工人姐姐來照顧嬰兒也好 初生嬰兒也好 作為一個准僱主 在請了姐姐之後 有什麼需要去準備 我們這段影片 就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經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開始之前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追蹤我們的Facebook IG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先說一下 為何我們最後會請了工人姐姐 其實我和我老公 在阿皮未出生的時候 其實都有討論過這個話題 但我們都傾向不想請 一來是因為我們兩個的家 從小到大都沒有請過工人姐姐的經驗 二來我們又覺得家又不是大 如果有多一個外人在這裡 好像會很擠不夠位 又或者大家都會上網聽到很多恐怖故事 那些姐姐為什麼不好的 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當時的想法就是 看看媽媽或長輩們 是否都可以處理 還有我們初時帶著一個方法 就是打算帶阿皮去托兒所 之後再分享 為何最後沒有選擇這個選擇 但皮皮真的兩個月大左右 我當時還在放產假 然後發現原來媽媽真的有些吃力 在照顧BB上面 而且我們都真的沒辦法 因為在托兒所我打回去 她就說原來 因為他們當時都是疫情比較重要的時候 很多社福機構等等 其實都是不會開的 我就想如果我都送她去托兒所 我又要付那塊錢 但因為她不開 我都要找人照顧皮皮 自己又不會不上班 所以其實都不是一個真正的選擇 所以最後在沒辦法之下 我們依然都要請工人姐姐 我們的工人姐姐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剛巧我們有一個朋友的媽媽 在工人的公司工作 所以由她幫我們介紹了一個姐姐 最後我們的姐姐是菲律賓姐姐 菲律賓姐姐是海外過來 在阿皮大概四個多月左右 就終於來到我們家了 我們家原來是一次過多了兩個新成員 除了阿皮之外還有姐姐的 其實我們請了姐姐 決定了之後 我覺得有一件事 是一定要先做的 就是一定要幫姐姐買一份保險 例如醫療保險 看醫生等 這些是絕對絕對保障僱主 因為當姐姐真的有大病的時候 雖然她來之前會有驗診報告 但也是一個保障 令到大家起碼會安心一點 第二件事就是我都有跟姐姐保持緊密的聯繫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跟Agent的溝通會比較多 Agent好像一個第三方 但其實她都會給我姐姐的聯繫 所以我自己在決定真的聘請她之後 我也有自己WhatsApp姐姐親自打了個招呼 以及自己交代一次 再傳了阿皮和我們一家三口的照片給她看 就說多次讓她知道 我們其實家庭狀況是怎樣 即是未來大概你會做些甚麼 即是沒有好處的 但起碼都是自戒先 那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是起碼要令到對方知道 其實我們是一個怎樣 希望有一個良好的溝通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因為 都想試一下透過WhatsApp大概了解一下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人 即是從她可能打的字 或者看看她可能有沒有禮貌 即是這些 我希望從WhatsApp那裡我可以感受到少少 所以我當時是有問著她 例如知道她可能下星期會飛了 我就會問她 是不是everything settled 買了些需要的東西沒有 例如有些甚麼你不需要帶來 因為我們會準備給你 我會從這些位置打開這個話甲子 又讓她覺得 即是連僱主也有關心 就不是好像請了我來到你就做事 即是不是那麼冷漠 然後我也有問她的事 就是會預先問她即將會帶多少行李來 以及去準備定她的房間 或者她休息的地方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地方有多責責 那我就為免她真的會帶了很多東西來 或者她殺我一個操守不及 而我又沒有地方去擺她的行李 所以我就希望問她究竟有多少東西 我可以預算一下位置 究竟夠不夠她的擠 或者行李等等可以放在哪裡 另外就是因為都要收拾一些地方給她休息 我們家裡有兩間房間 收拾了一間房間就是她休息的地方 其實我們自己也有買過一套新的床單 一些皮鋪給她 我都有告訴她 這些是我們新買準備給你 我希望她感覺到我們是有為她的來臨去做一些準備 就不是 好像隨便給她一個地方睡覺 希望大家是以禮相待 她又知道我們有為她付出 起碼她做事的時候都會覺得大家會舒服一點 然後也是一個絕對不可以錯過的東西 在家裡配置上就是一定要安裝這個CCTV 我們自己的做法就有三個CCTV 第一個就是廳一定要有 第二個就是廚房 因為姐姐很多時候都會在廚房工作 第三就是我們睡覺的房間 因為其實皮皮也是睡在我們房間 她也是很多時候都會在房間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在這三個地方裝機器 我們自己用的牌子就是這個TPLINK 我知道其實很多人好像也有說 小米那些都好用 但大家自己就再因應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覺得TPLINK都是不錯的 都很清晰 還有這個我都覺得應該要預早提大家 是應該要預早點妝的 因為你要需要一些時間去試一下 她究竟會不會壞 失靈 或者是否真的可以記錄得到 還有都要攪拌 就是要看那些片子可以保留多久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覺得是要留意的位置 所以大家都是要做好些準備 還有好像那件事就不要等到別人離開了 之後才安裝那個CAM 整個感覺就會好像你是為了監視它然後安裝的 所以我們有預早準備等這些東西 之後到了姐姐差不多來的時候 我們是有準備到一張八達通給姐姐的 那張八達通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主要是有時候我們帶皮皮出入 或者我們去街上 他跟我們一起的時候就是用那張八達通 或者是有時候幫我們去買一些日用品 可能剛好到街上 想買一些包子做早餐 那我都會叫他用那張八達通去奪 那這裡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可能有些擔心 就很怕自己買東西 或者買菜會不會打斧頭 那我覺得呢 所有東西我都會跟他說 你要買的時候就用這張八達通買 因為很多時候現在香港很多店舖都可以用的 那你全部東西都有職可尋 還有是你去主導去幫他增值的 那你會自己記得我什麼時候增值了 然後你就會大概知道那條數是合不合 和Record一定會確認到 那我就覺得在這裡呢 用八達通就勉強了很多 就是在錢銀上面的不清晰和麻煩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提議 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還有在姐姐臨來到你家之前 其實有一件事一定要問清楚 其實每一個姐姐來到你家之前 她一定要完成一個驗身的程序 那些驗身就不是說驗很大的病痛 可能是有沒有一些傳染病 例如AIDS 或者有沒有懷孕等等 這些驗身 其實全部都是來到香港之後才做的 那所以就要確認 問了Agent 她入屋之前究竟是什麼時候去做這個驗身的過程 那就要確保她在來到你家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些驗身 因為有些做法 可能是姐姐來到香港 接著會是stay at boarding house 可能幾天 那就是她去完成了驗身 那出了一個報告之後才會再來你家 但是我們那個case 就是她來到當天就立刻去入境處搞了一些文件 立刻驗身 然後我去接她的時候 已經在下午可能三四點 她已經搞定這些東西了 那之後再來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確保這件事 尤其是有初心BB在家 就記得要記住這件事了 終於去到真的接到姐姐了 那我當時其實是在Agent的辦公室那裡 第一次見姐姐和接她 那帶了她回家放下了一些東西 之後我帶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帶她去逛街 就是逛逛我們家附近有什麼設施 就是大概告訴她 例如街市在哪裡 我們多數買東西的地方會在哪裡 有什麼超級市場 這裡就是馬鐵站 哪裡有巴士站等等 還有我預先做到一些研究 就看看 哪裡有那些姐姐的士多 就是菲律賓的小士多 或者她們要寄東西回家的地方 我都有告訴她 這裡有這些設施 還有跟她去買一些日用品的 例如拖鞋 或者牙膏 毛巾等等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人 你一盡地主之意 別人來到你家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要為她準備 而且感覺上好像都是新的 都是歡迎她 她又覺得有一點 就是是我自己選的 就是希望她那個歸屬感會多一點 所以我當時就有這樣做的 之後回到家 我也有把握最後這個時間 去說一些我認為是最重要 一定要說的 就是一些House rules 還有我們最主要的要求 還有她的作息時間 假期等等的安排 我自己的做法 我是有設定到 姐姐每天幾點起床 還有睡覺的 我也有說這個 就是這件事讓她知道 我們安排就是她每一朝 七點半起床 晚上十一點就睡覺 大概是這樣的 那個時間 但是我們都會說明 因為當時是照顧初生的BB 始終BB可能有時晚上有需要 或者是不舒服 我都會說正 就是說 如果臨時晚上有什麼需要 都可能有機會叫你起床幫忙 但是一般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十一點打口 你就可以自己休息了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得過資質 又不要令到她覺得 我好像24小時on call 永遠都要後命 但是也都不是那個程度 是說你可以一直休息到 我們無論有什麼需要 就是說可能她不舒服 就是BB不舒服 我們都需要多一個人幫忙 你要告訴她 讓自己有一點退勞 不要說話那麼糟糕 還有告訴她 這個是因為我們請你回來 最主要的責任 只有一個 就是扣好BB 所以我希望她明白 我們做的所有事情 或者對她的所有要求 都是因為要照顧寶寶的需要 所以去做的 我希望她完全理解這件事 就不是我們好像很壞 說不行的 你一定要不可以休息 就不是這樣的 然後到她的休息日 就是她的假期 我們都是安排了她星期日可以放假的 有時 當然可能有些節日上 例如新年 真的有些她們都是放假的日子 我都會跟姊姊聊 你不要放假 一起幫一下我們 我們都會計算日新給她 這些再調節就到時再說 都是要作為僱主 你應該要告訴她 可能會有機會 有這些Flexible的安排 而她要知道 就勉強了很多 到到時發生的一些誤會 我們都有要求 她每一天去完街回來 例如她放假回來之前 都一定要做了快測 發了照片 看到是一條線 就回來家 這個其實都是As a gesture 我希望她是會知道 我們是關心衛生這件事 還有現在疫情下 都是怕嬰兒會有事 所以才會跟她提出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絕對大家可以參考的 當日其實都說了很多話 說了整個小時 在那裡坐下來 我叫她一定要坐下來 還要給她一本寶 沒有她告訴她 你可以隨時關心衛生這件事 否則我都可以給她 我準備了一個list 可以這樣說 是很認真的 我就跟她說 家裏有什麼布 是用來清潔什麼的 清潔劑在哪裡 我們照顧嬰兒 平日的routine是怎樣的 等等 我有交代一次給她聽 希望她記住 如果她記不了那麼多 就自己拿布寫下 我是有準備到這些東西的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我作為一個僱主 現在大約半年 大半年左右 我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要令到姐姐知道她的主要責任是什麼 這個是我自己的提法 我覺得我請姐姐回來 是因為我們兩個 就是爸爸媽媽要上班 沒有人臭到皮皮 所以我要請一個幫手回來 幫我們去做這件事 我想姐姐知道 她在這間屋裡面的主要責任 就是照顧孩子 所以其實所有事都是以皮皮做核心 我有多番強調到 你要做的事 可能你要照顧孩子 做家務和煮飯 但是這個一定是主要責任 我不希望聽到一些事 因為我要分心去煮飯 所以我又沒有理會她的需要 絕對不是這樣 就是那個次序 還有我希望她明白 你是要跟我們照顧孩子的方法 不是用你照顧孩子的方法 因為其實每個人照顧孩子的方法 都不同 始終是我的兒子 而你來是幫忙的 所以我希望 是正式跟隨我們的方法 當然你有意見可以提出 但我希望先用我們的方法 我覺得怎樣去保持這件事 就是你要讓姐姐知道 你是要照顧她怎樣照顧 例如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會要求她每天都標示她多少點 吃了多少奶 她泡泡了多少次 或者她每天睡覺睡了多少次 這個點標示 就是大家可能用APP也好 或者受寫也好 我們就受寫的 而且我每天都會看 就是看她寫了是否正常 我都會問姐姐她今天吃奶 吃成怎樣 泡泡正不正常 有沒有泡泡 你要令到她明白你是care你的兒子 不是好像感覺是請了她回來 就完全把兒子的東西 丟掉給她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就是所有關於BB 例如她發現到她有什麼不舒服 弄傷 或者是可能真的純粹她自己 弄損了自己 有少少戒痕或者傷痕 都要一定一定立刻跟我們說 千萬不要覺得她自己弄傷 沒什麼事就不跟我們說 這些是一定要說明給姐姐知道 因為在我們角度是一些嚴重的事情 就算不是出於怪責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你自己說清楚 那就大家都會清晰 然後就是到了家裡的CCTV 發揮她的功用的時候 我記得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剛剛姐姐來 頭過一個星期 我有上班 那幾天我是非常緊張 就是整個腦海 就會霧出那些經常上網 看到那些片 可能一打開CAN 發現自己的工人 在虐待自己的兒子 我整個腦海都是這些畫面 因為我很害怕 但是這件事 我也是真心提醒大家 應該要檢查這個CAM 因為尤其是頭幾天 怎樣為止去檢查 即不是說 好像保安一樣 每天上班的時候開著 你自己都會很不定 那是怎樣呢 我就會這樣 例如那時候兒子 四個小時寫一次奶 我就會看一下 到那個時間 姐姐是否準備幫她吃奶的東西 或者那個時間應該是洗澡的 那她就在做這件事 那如果她是 那就OK 我就不會再提醒 或者什麼 但有時可能見到 好像是否遲了 我就會問 就是我就會問 是否差不多夠時間吃 但WICH都很少出現這些情況 但我想這樣的方法 就會大家都有個空間 如果她做得OK的時候 你又不會經常在CAM 那裡跟自己說話 但是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她又會知道 原來她在做的事 你都是一直觀察著的 就是她就知道 有人會留意著她在做什麼 就不是任由她 怎麼做都OK 還有這件事 我們在她入屋的時候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 我們是說得很清楚 家裡哪裏會有CAM 那些CAM是長期開著 但是那個目的 是用來看BB的 就是我們要監察著BB的狀況 當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讓她都清楚明白 知道這件事的用意是怎樣 所以這些唇舌是絕對不可以省 就是不要覺得 我們有在這裡 她都知道的 就是知道是做什麼的 我覺得所有事情 你要說定才是 到最後是保障大家 那你又可以知道 原來姐姐可能做事 有少少這些問題 你覺得不是那麼OK的 或者可以怎樣調節得好些 你都是要重量去觀察她 之後每一晚告訴她 我覺得都其實有多長期 我頭那個星期 每一晚她臨睡前 我都會問她 你今天過整點嗎 就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沒有什麼需要 你要出聲告訴我 或者可以怎樣調節得好些 你覺得 我都是會絕對這樣問她 另外也很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我都知道大家都會很緊張 還有我自己都很緊張 就是姐姐那個phone time 那時候我就跟姐姐說 這個是我們家的Wi-Fi密碼 然後她的樣子好像雙眼發光 就問我 你真的會給我用嗎 我說會 不過你可以隨便用這個Wi-Fi 但是我希望你用的時候 都是她睡了覺 你的休息時候 你才用 因為我覺得其實要姐姐 24小時 或者不是24小時 除了她睡覺的時間 你要她完全看著她的兒子 基本上是不可能 我們自己上班自問都會按一下電話 我覺得是好人的常情 所以我就希望我開宗明兒 先小人後君子這樣說 我會給你用 但一定要在兒子 可能在休息的時間 你的休息時間你就可以用 我希望她會明白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而且都是要自己留意多些 所以裝攝錄影 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都會看看姐姐 是不是真的在寶寶睡覺 或者她有空餘的時間 才用電話 如果真的用得太多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我會問她 是否你家裡有什麼事 就是有什麼問題 需要幫忙 我就會用這個途徑 去知道她為什麼 會想用這麼多電話 其實多數我可能發現到 我講完後 她都會少少收斂 或者她知道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平衡得不錯 或者有時候真的試過 例如星期天我們要她上班幫忙 但我都會說 今天星期天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 做 可能我會給半個小時 大半個小時 她自己頭下 就自己去跟她家人 聊聊 我覺得這些都是時鬆時近 但要告訴她 知道我們有個底線 她要知道自己的角色 是什麼 什麼是重要 而你玩電話 純粹是一個 我們都體諒你有這個需要 我們都有安排到 可能爺爺媽媽間中會上來 看看幫忙 當然你跟她的說法 我也是會告訴她 今天媽媽會上來 有什麼你可以問她 但是如果你有什麼 可能跟她溝通上面 有什麼問題 或者我都有跟媽媽說的 如果跟姐姐溝通上面 有什麼問題 就不要直接跟姐姐說 就跟我說先 我去做那個中間人 所以整個目的就是 我希望當你不知道 那些東西在哪裡 或者有些東西不清晰的時候 起碼立刻有個人可以問到 或者當你未熟習 怎樣照顧孩子的時候 起碼都有個親人在 你可以立刻問到 就是這個原因 自己都會放心一點 然後最後 我自己都覺得 是我一直跟姐姐相處的宗旨 就是我一開始 跟她說你有什麼不開心 無論是工作上 可能你自己的家 始終她都離鄉別井 要照顧我們家 其實要放下自己的家庭 始終難免都有時會掛著他們 會不開心 我有跟她說 你有什麼都可以隨時找我 傾訴 還有我都有 希望開一個好頭 我也是有 封回封開工 來試一點點 希望等她開心點 可以買下自己想吃的東西 喜歡的東西 始終離鄉別井打工 是真的不容易的 我覺得互相尊重 所以其實我們的重點是 希望她去養好孩子 所以我覺得絕對 應該都要對姐姐好 或者以禮相待 要尊重她 她才會感覺到 原來她這麼 這個家裡也是這麼包容 這樣容納我 然後她要對我的兒子好 我一直就是想著這個 即與請培育的概念一樣 當你都賠了錢 她還要長期在家裡 所以我希望他得到的 是我們都尊重他和信任他 他才會做好 但到我發現了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不太好 或者可以改善的 我就會馬上提出 因為我是基於信任 所以我請你去做這件事 但我都希望我看到問題的時候 和你提出 你會接受 我希望我們能保持 所以我覺得他很疼疼 很照顧我們 但我都知道 始終每個人不同 每個家庭背景也不同 又很難可以一概而論 所以其實 剛才講的一堆東西 都是我覺得 作為我們自己 我們怎樣去做好準備 或者做好自己 好了 一論嘴說了很多話 因為我覺得請姐姐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感覺其實 有聽過一句話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不要覺得自己給了幾千元 就好像外判了家庭給工人姐姐 這句話是經常提醒自己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回到家 我都會問一下姐姐 最近怎樣 或者家裡有沒有什麼需要 你要告訴我 是要有一個這樣的溝通 就不要覺得好像 真的給了兒子別人照顧 始終都 我覺得也是很內疚的 那件事 其實是因為自己竟然照顧不到自己 親手照顧不到自己的兒子 然後要把這件事給別人做 所以都希望她在我們家裡 是可以很開心地工作 會覺得我們真的對她 都是一個家庭 我也知道應該說姐姐 這個題目 應該會有很多 大家都應該很有興趣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或者都可以推薦一下 接下來還有關於姐姐的什麼 想知道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接下來都可以再分享多些 所以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影片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以及追蹤我們的個人Facebook 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